每一个从农村来到城里的人 似乎都有过这样一段很苦 但是却很难忘的打拼的岁月 这相似的经历和背景 不正是广兵爸爸所说的门当户对吗 可是就在小南说起 要一起奋斗买房买车的时候 意外却突然出现 我还是觉得 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拼 而且现在的社会这么现实 哪个男的有房有车有钱的时候 凭啥你就能找个女的 就能跟她一起分享 对吧 因为有房有钱 有车有存款的时候 凭啥这个女的就能 凭啥你就分我的钱 分我的钱 首先从女孩方面讲 你首先也得自立一些 你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或者有一定的哪方面的优秀 让男孩觉得愿意为你去付出的 这挺强势的 从哪方面看出强势呢 年男举止就能看出来 我一直有点大男子主义 你觉得反正这么多年也都是 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 然后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我主外 他能我主内就行了 这什么情况 这咋说着说在变卦了呢 不说好了要找一个 能独当一面的大女人吗 这一会怎么又变成什么 叫男主外女主内呢 这不矛盾吗 哎呀你要说呢 也是有点矛盾 但是后来吧 我又仔细分析一下子 我假如是无外乎俩原因 第一 咱说男的啊 尤其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的 最受不了的是啥 女的比他强 你肯定你不能比我强 然后怎么的呢 是 我说了 你最好能独当一面去 但是那是啥事 我不在的时候 你独当一面 咔咔的 你也别烦我 但是我在的时候 你得小鸟依人 你得臣服在我的宽广的臂膀之下 你懂不懂啊 是这样意思啊 那再分情况 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整不明白了 你整不明白 这也这么个事 再有 就算是这小鸟依人 啥条件全符合 他之前说的了 性格啥了 我说我还没想 那就是没想中 这演员没到 我不理解 你说我跟你谈演员的时候吧 你跟我讲条件 我跟你讲条件呢 你又给我扯上演员了 你这 这咋整 没法整 是不咋好整 上咋着也没有好整 那你咋不干这个呢 是呗 还有一个事我没整明白 为什么这经济独立务实的女孩 她就强势了呢